涉及新加坡最大宗洗钱案的被告王宝森 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提出保释申请 再度被法官驳回 庭上揭露 王宝森称怕两名女儿受牵连被遣送回国 竟向警方撒谎 称他们不是亲生的 被告的案件15日进行审前会议撤换了律师 昨日16日 由新委任的Adelfi Lo-Chimbers LLC律师江国文代表出庭 律师今天在庭上为他申请保释时说 自9月6日案件过堂以来 被告的处境有所变化 两个分别三岁和五岁的女儿才刚办入学手续 律师说 被告非常疼爱他们 因此是不会丢下他们不管 气宝潜逃的 他也澄清 被告在被捕时说女儿不是他亲生的 是一时慌张说错 随后也主动向警方更正这点 他指出 如果被告有意潜逃 就不会让女儿在本地入学 不过 控方指出 被告在被捕时 告诉警方两名女儿不是他亲生的 并不是一时说错 而是在慌张和恐惧的缩始下 害怕女儿会受牵连 被遣送回国 所以才会蓄意撒谎 法官在驳回王宝森的申请时说 被告甚至告诉警方 他的妻子曾经被一名男子欺骗 才会在婚前生下两个女儿 但后来却称女儿是他亲生的 显示他说此前后不一 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狡辩 根据调查官的宣示书 被告的两名女儿都是跟妻子姓 律师指出 被告的父亲在中国开茶园 手头是宽裕的 被告也曾分得茶园的 一百万人民币利润 但因为好赌都被他输光了 他指出 被告向警方坦白这一切 但没有证据显示 就因为他父亲有钱 他就能借助父亲的财力潜逃 律师称 被告持有的中国和瓦努瓦图护照 都已经被当局扣押 他的中国护照也已经过期 因此不会有潜逃的风险 此外 被告的母亲和侄女 都申请来到新加坡 侄女是想要前来求学 而被告的母亲 则是特地为了支持她 而再度来到新加坡 律师指出 被告的母亲 在她被捕后就在本地 原本想要延长社交探访证 却没有成功 因此回国后 在上个月20日再度申请入境 控方反驳时指出 被告的代表律师提出的 所谓新情况并不存在 因为被告的处境 从上一次过堂至今 根本没有实质的改变 他只是想在上一回申请保释失败后 再度尝试申请 他指出 被告涉及的罪行 原本就不允许保释 上一轮过堂至今 更多证据显示 他涉及此案 并显示他和远程赌博的 非法生意有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